嗨大家好我是小赵哥 KPL球会被已经进入到淘汰赛 但前几天AG打出了一场新态局 全员克服了被凤灵的压力 险胜了老干爹大哥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第一局AG还是无轮换阵容 阿泽 堂堂 笑影 伊诺最初 经常看AG比赛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是AG目前打架最凶的阵容 天命英雄双方选了同样的猪八戒 AG基本每场比赛都要换一个 也是来练习这样的模式 随即AG选到大乔老夫子组合 加纳克露露 江子牙和天命猪八戒 反观老干爹也没拿射手 选到了吕布 静 火舞 马超和孙毕 机强的突脸爆发阵容 相比AG输出点太多 开局两分钟AG顺利拿下暴军 但随后上路阿泽猪八戒传走失败被杀 AG下路也不示弱 直接将老干爹火舞带走 两人极限回家 笑影江子牙非常亮眼 拼命使老干爹简缘伤产 手法相当娴熟 前进两队打得有来有回 七分钟老干爹终于传出大节奏 马超吕布入侵AG蓝野区 AG五人要留老干爹三人 同时中路倾线的镜和火舞立即赶到 吕布瞬间开大进行反打 这波AG吃了大亏 这种老干爹零换四 承杨拿到二连击破 将经济也拉开到三前 AG来到阵容疲软期 整个代线手家猥琐发育 就让后期猪八戒坦度上来 但输出差的太多 根本站不住 结果12分钟就被一波带走 老干爹大鹅先下一场 猪八戒大招 绑一个进 一路站不住啊 五进场 这一波是直接被连控了 只剩下一个大桥 加上纳克陆陆 也被戳死 被江城墙换掉了 侧边一个汤汤的 纳克陆陆也没办法 感觉有点不太好守啊 这里最快复活时间 效果还有20秒 我看杭州老干爹大鹅 想不想一波 就一个纳克陆陆 他们怎么选择 不知火舞 大招是已经好了 哇 这扇 这扇子中了之后 那就可以一波了 是的 哎 等一下 哦 差一点点 伤害是够的 那可以让我们先恭喜 杭州老干爹大鹅 第二局老干爹先抢到 先入行T0级别的英雄兰 看到AG选的前排三人 对老干爹的马可 威胁都不是很大 有点难 游戏开始都知道 有东黄一定要反Buff的 可并没有顺利限制住老干爹 而被承阳打野篮抢到 同时打三货武 回线的路上 阿泽杜巴街也被击杀 前期老干爹反这一季 入侵其野区 两分钟 AG下路虽将马可秒掉 却被承阳的篮 二打四好取三杀 从此无人可挡 也是抓了一江城 没有进化的一个点 然后来看你红Buff的刷新时间 对 但是这个红被承阳反回去了 再个大招推过去 二级能把人刮死之后 收两个 哇 收三个 三连决胜 最后在相差一万经济的情况下 老干爹墙上高地 连续减员一击 顺利拆掉水晶 将比赛定格在了2比0赛点局 你的定位是什么 这把大哥就是马可 其他人吃西都无所谓 都可以去献祭 而且有个蔡文吉 增加了一次容错率 我可以打回来 这么顺风的一个局 只要死不掉 那这把马可收起来 更加如意别 等应该不着急 这波是个五打三 中路是有一条主宰先锋的 被轻掉了 马可再把人勾回 再勾回一下 蓝马就把你反推回来 哎呀 我可是天命英雄啊 怎么回事 这波火舞啊 哇 所有人 铸成一道人强 把马可围起来 就是不让火舞 最后一向打在马可身上 陈阳的蓝拿到二连击破 他能这里 只能孤军奋战 也守不住 中路的兵线已经要到了 那可以 让我们提前 这时 所有人都以为 AZ这场无了 来到第三局 AZ有了希望 虽然老干爹抢到 真相组合加张良 但AZ选到了 汤汤的镜 以及天命猪八戒 配合笑影武则田 反克张良 首约超远程 举金十三强 果不其然 开局一分钟 笑影配合诺队 拿到一选 这时候散推非常细节 一选拿到 这就是笑影的武则田 是 笑影是我 现在在职业赛场上见过 为数不多的 玩武则田 玩得非常自信 而且 他技能命中率 极高的选手 仅仅两分钟 AZ就推掉了下一场 随机静 拿到二连击破 大顺风开局 还没到四级 大招没有 直接被一局 加堂堂一个大招 手下拿到一个 二连击破 是的 拿两个刃头 那静的开局 顺风顺水 五分钟 AZ领先 三千竞技 七分钟 AZ月塔 强开老干爹 一波一换三 再也没让其传息 在找张良的位置 反手捏住 但不怕 百里索约 在后面给了一枪 他就是已经打了一波 一换三了 就顶在前面 对 哦 夏侯顿 这一下 反手一闪拍人 三个残血 再一个一技能 想把人留一下 阿泽框一下 希望想翻滚出来 想给输出 但武则天到了一个 极好的输出环境 虽然说他只有一丝血 但是他可以 不断地给到技能上的威胁 迫使杭州老人家大哥 不敢追击 对 本来是杭州老人家大哥 非常好的一波机会了 你看少女这个一个血条 几乎都快要见底了 想强袭 找到一诺 但张飞拆我 非常快 武则天也给了个大招 把人晕住 再给一个大球 张良瞬间残忍 他已交出自己的大招 被张飞追着拍 这个时候大招时间过去 张飞要不要一巴掌拍过去 直接给张良 好死了 中路的防御他也要倒了 上路的高地也被 禁给推掉了 要进水晶了 猪八戒一个肉蛋蹦床 再勾回两个 百里守卫远程 给局武则天 给大球 找苏亮相位置 把搜上枪逼回泉水 输出有点不够了 结果不到十分钟 推掉水晶 AG扳回一局2比1 这局 效应武则天和汤汤的镜 真的太顶了 双方三局都没有看到 风暴龙 打得非常激进 有意思的是 江城搜上枪 参团率竟然为0 这又是怎么打的呢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由于视频过长 预知后视 请开下期 感谢观看